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其他合作的品牌也在第一时间与之撇清关系 关身与其解约 而在此基础上 各大社交平台迅速封禁了邓伦的社交账号 更是直接确定了邓伦遭封杀的事实 3月29日 距离邓伦偷视漏视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一则邓伦被以前的品牌合作方起诉的词条迅速登顶热搜 吃瓜群众总算等来了后续 前不久 邓伦被曝光偷视漏视的时候 喜欢他的人都在想 可能是同名同姓吧 直到上海市税务局盖棺定论 依法对邓伦逃税漏税案件进行处理 前往几乎哀红遍野 多数是邓伦的粉丝 更过分的是 在此之前 税务机关提醒督促邓伦 他仍然整改不彻底 这种行为相当于执法犯法 当然的 邓伦的下场也很惨 众多品牌和他解约 他需要面临支付巨额赔款的局面 他的工作室微博账号被封 并被多部影视作品出名 没想到 这邓伦讨税漏税的事情刚刚消停 当红女星赵丽颖就被爆疑似偷射漏税 这年头 明星为何成为人人喊打的官方 近日 有网友发布了一张 疑似赵丽颖涉嫌偷漏税的截图 从截图中 我们得知2020年赵丽颖在主演《谁是凶手》时 实际取得片酬1.56亿元 但他为依法如实 进行纳税申报 偷税4302.7万元 其他少缴税款1617.78万元 这张截图一经曝光 在网上迅速流传 赵丽颖的粉丝看到这个消息 也是积极帮自家偶像辟谣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张截图里的信息 和早些年正上偷税漏税的信息几乎一致 八卦媒体纷纷跑去围追堵截 赵丽颖的工作人员相关 赵丽颖方面的回复是假的 二 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赵丽颖疑似偷税漏税的消息 一夜之间传遍全旺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上海市税务局 对此 该部门也做出了回应 一切信息以官网为准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发布通告 税务局模领两可的答案 也让赵丽颖依次偷舍漏舍时间 疑云重重 税务局的意思有两层 第一 暂时还没有查到赵丽颖的税务上 第二 如果一旦发现赵丽颖真有偷舍漏舍 一定通报 而赵丽颖本人也在第一时间 委托律师对传遥之人发起诉讼 律师喊里写道 针对部分主体 在网络平台中发布 针对赵丽颖女士的不实言论 甚至通过移化揭幕的方式 捏造失实话题 严重引发父母影响的恶意 照耀事件 赵丽颖女士也委托律师 律师事务所启动名誉 维权诉讼程序 现已经完成向主审法院 递交立案材料的工作 对此 赵丽颖的粉丝也是一分天鹰 对赵丽颖打抱不平 他们希望严惩造谣者 以正式听 当然 作为赵丽颖的粉丝 这么愤怒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这几年 国家加强了对明星的管理 尤其是违法犯罪等问题 更是严惩不待 一旦被发现 明星们不但身败名裂 而且事业尽惠 况且赵丽颖能够走到 如今一线的位置 实属不易 三 一九八七年出生于河北农村的她 在二零零六年 通过雅虎搜星选秀活动正式出道 此后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多年 才从龙套 佩爵 一步步走上了大女主之位 农村的经历 造就了赵丽颖坚强的意志 不管是在陆真传奇里 聪明 睿智的一代女像陆真 还是花千古里 坚强 善良的姑女花千古 甚至是女性励志传奇剧《触桥传》 这些角色身上都刻有赵丽颖这些年 吃过无数苦的痕迹 而这些角色的成功 又多亏了她背后付出的心血 在拍摄电影《宫锁沉香》时 有一场戏是要她中箭后 从马背上摔下来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配合好 她直接从马上摔下来 截到后背 导致腰部受伤 留下了伤疤 可是当时的她硬是闷声不横声 把这场戏拍完了 在拍摄《触桥传》时 有一部分剧情需要在沙漠里完成 比如要忍着高温 在沙漠里滚来滚去 这本可以用替身 但赵丽颖拒绝了 她直接连对着沙漠摔了下去 丝毫不在意个人形象 拍油斐时 更是在海拔高达 3700米的高原山地上 普通人呼吸都心困难 可赵丽颖却在尽量 不用替身的情况下 拍完了这部 需要大量动作戏的武打片 因为长时间的劳累 也导致了她身体的浮重 而这些她也是咬着牙忍着 赵丽颖身上坚韧的品质 吸引了无数路人纷纷斩粉 她也是国民度较高 观众员很好的一位女演员 所以在2018年 当赵丽颖和冯绍峰 突然官宣结婚时 赵丽颖的粉丝都觉得 花花公子冯绍峰 配不上自家的偶像 果不其然 婚后冯绍峰再次被爆 和某网红暧昧不清 赵丽颖没像冯绍峰的前女友一样 惯着她的毛病 而是在去年果断和冯绍峰离婚了 赵丽颖就是这样的独立 自强果敢 面对婚姻感情的背叛 她不会哭哭啼啼 而是选择一刀两断 干脆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 赵丽颖成为了新一代的 收视女王 在商场上 她也是一位女强人 2015年4月 海润影业 即零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一元注册资本的价格 将90万元出资转让给赵丽颖 同年 赵丽颖以141.87万股 成为海润影视第14大股东 12月22日 赵丽颖在获得刘晓峰转让的 稻草熊影业1%的股权后 成为江苏稻草熊影业股东 2016年 赵丽颖已估值1080万元的股份 成为暴风科技股东 同年11月 赵丽颖出任科技副总裁 2019年3月 赵丽颖加盟合送产媒成为合伙人 这家公司可了不得 它是由李冰冰 李雪 唐雪薇 张天龙 池魏辅航 共同创立的 以艺人经济为核心的产媒公司 李冰冰成您多年 其在娱乐圈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 赵丽颖能够被纳入合伙人 可见李冰冰对她有多赏识 所以 这样一位草根出身 用自己的满身伤痕做养料 才走到一线位置的赵丽颖 让人非常敬佩 真的希望她的偷睡漏睡 只是个谣言 毕竟赵丽颖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性立志榜样 这年头翻车线上太多 太平了 我们真的有点伤不起 赵丽颖请一定挺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